放飞头脑思绪飞扬朋友们好 问大家一个问题 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够实现 星际航行的梦想呢? 跨越光年级的庞大距离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速度和动力问题 然后才是维持生命系统导航 目前使用的火箭燃料 主要是氢和氧 显然是不能胜任的 它们提供的推力值太低 自己又太重体积太大 飞船不可能携带如此多的燃料 完成跨越光年的远征 所以就必须思绪飞扬 从别的思路出发考虑了 我们之前介绍过零点真空能 超导磁悬浮动力 以及压缩空间的驱速引擎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 离人类最近最有可能突破的 太空旅行方式 光帆动力 2016年轮椅上的物理大咖霍金 出席了纽约的一个新闻发布会 宣布一个叫突破射星的计划 开始启动 激动人心了 这个计划要把一支 由1000艘太空船组成的舰队 送到离地球4.27光年之远的 半人马座阿尔法星上 这1000艘星舰都装备了光帆动力系统 对您没听错是1000艘太空船 听起来很夯吧 只不过这个太空船和您想的可能不太一样 放在后面来解释 为啥选半人马座的阿尔法星呢 因为欧洲南方天文台宣布 根据天文台的观测 这个三星系统有一颗 位于恒星移居带的地球2.0 行星 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已经讲过了 什么是恒星移居带 这里就不重复了 霍金说 如果用化学动力 就是常规的火箭燃料 从地球到阿尔法行星 需要跑7到10万年的时间 但是如果用光帆动力 只需要20年 提速3000倍以上 就是说 如果阿尔法三星系统 有一颗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那我们不就可以在有生之年 移民太空了吗 这想想都很让人激动啊 那什么是光帆 它又如何发挥作用呢 我们得从2017年的一起 天文学界的奇案说起 提起夏威夷旅游圣地 近人皆知 四季如春 风景如画 可是不那么近人皆知的是 在夏威夷的大岛上 有一个全球知名的天文台 叫毛纳基山天文台 因为它修建在海拔 4200米的休眠火山上 而且还地处太平洋的中央 没有任何城市的光污染 空气干燥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天文观测地 所以这里被11个国家相中 从1964年开始 各国在这里陆陆续续投资 超过了20亿美元 修建起了12座天文台 长枪短炮一起对准了太空 希望能够发现奇迹 美国空军也不落人后 在这里架起了两台叫 泛星一号和二号的天文望远镜 目标很宏伟 就是要对全体天空的天体 进行天文测量和光度测量 事实证明的确也有奇迹发生 2017年10月19号 一个叫罗伯特·韦瑞克的天文观察员 正在整理泛星一号和二号的资料 他拿起其中几张照片 突然发现太阳系里多出来了一个 不明飞行物 当然每年出现在太阳系里的 不明飞行物多了去了 什么彗星陨石数不胜数 但这个物体很奇特 既不像彗星一样发光 又不像陨石一样到处乱窜 而是有特定的轨道 韦瑞克在演算了一下 他的轨道之后更懵了 因为这个物体的轨道 像是解析几何理双曲线当中的一条 太阳系里所有的行星和彗星 都是围着太阳转 运行轨道要不然是椭圆的 要么是圆的 还没见过这种双曲线形状的轨道 那这个不明飞行物是何方神圣呢 韦瑞克赶紧的 把最近一个月的资料都翻出来 大致拼凑出了完整的信息 这个不明飞行物 来自离太阳系25光年外的织女星 它像这样飞到太阳身边 然后扭头就来个华丽转身 以每小时1万多公里的速度 脱离太阳而去 这个消息一发表出来 就像一枚重磅炸弹 无数天文台都把望远镜 对准了太阳旁边 想找到这个天外来客 结果运气好的 也只看到了它的背影 而且它早已飞到离地球 3000多万公里之外了 快速地向飞马坐飞去 等天文学家们想起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奥默默之后 它已经不见踪影了 奥默默是夏威夷语 意思就是侦察兵 之所以给它起这个名字 因为它可能是第一个 可以确认的来自于太阳系之外的星际访客 全球天文学家对奥默默的兴趣还在于 它是太阳系出现的第一个双曲线轨道的迷你星体 天文学家们在收集了所有资料之后 得出判断 这就是一颗冰冻彗星 它不会发光 而且它的形状是长条形的雪茄状 这么一块大石头 看到天文学家们给出的概念图 哈佛大学的一位天文学家阿维勒布都给气笑了 因为他觉得这完全就是一种强词夺理的解释 补充一下勒布也是美国人文科学院的院士 在天文物理学界也说得上是声望崇高 勒布就坚定地认为 奥默默绝不可能是一颗冰冻彗星 首先如果是冰冻彗星 那么奥默默上应该既有冰又有碳 当它飞到近日点 就是距离太阳3810万公里以内的时候 在这么近的距离下 奥默默上的冰就应该开始蒸发 成为气体和尘埃 变成惠北 奥默默周围的气体中会有大量的二氧化碳 这时奥默默的质量 起码应该减少了十分之一 但实际情况是奥默默飞越近日点的时候 天文学家在他周围压根就没有检测到二氧化碳 而且奥默默从头到尾也没有质量的损失 第二 奥默默的概念图在勒布看来也很不真实 图里的奥默默是一个雪茄状的长条形 长大约200米 宽30米 高30米 但是根据奥默默的所有数据 欧洲南方天文台计算出奥默默的形状 应该是这样的 是一个高与直径比 大约1比10的叠形椭圆形状绝对不是一个雪茄状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马申科博士 根据搜集到的数据分析了所有可能的亮度模型 得出的结论是奥默默是雪茄状的可能性只有16% 而它是圆盘形的可能性高达91% 再有就是奥默默奇特的飞行轨道 如果它是太空中的一颗彗星或者行星 以它这么小质量在穿越火星地球金星和水星轨道的时候 或者在离太阳只有3810万公里的时候 很难不被太阳或者其他行星的引力拉走 但奥默默不仅没有被拉走 而且就像有自动驾驶功能一样 在飞越近日点之后的一段还越飞越快又加速 奥默默的表面材质也非常特殊 当它飞过太阳的时候对阳光的反射率是一般彗星或者小行星的10倍 说明它的表面材料是金属材料或者是其他反光材料 不是我们一般所想的岩石 大家看这几点啊 它能自动驾驶 表面材质是反光材料 还是薄薄的圆片形状 根据这几个特点 勒布断言 奥默默既不是行星也不是彗星 是什么呢 是一艘有四个足球场大的大型外星战舰 它长成这样 勒布的推论一出 举世皆经 但是也没人能反驳它 因为它所依据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数据 再加上勒布的江湖地位 所以没有遭到任何明面上的阻击 大家只是很有默契的 在所有关于奥默默的主流文章当中 绝口不提勒布的推论 勒布也挺耿的 呼啪呼啊 你们不提我自己提 他在2021年就出了一本书 书名就叫地外生物 地球以外智慧生命的第一个迹象 书一发行就冲上了当年的畅销书榜首 因为大家太好奇了 地表的UFO目击报告里 飞碟的尺寸多数不大 很少有大过地球制造民航客机的 那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超大型外星战舰 访问过太阳系呢 在勒布的书出版以前 尽管存在一些都市传说 但还没有权威人士认证过 不过对勒布来说 他关注的重点是在于 这艘外星战舰所使用的动力 在他看来 很可能就是当前人类研究的一项前沿领域 就是光帆技术 光帆就是在星际飞船上 安上一面巨帆 硕石帆实际是一面巨大的反光薄片 这面帆能利用太阳或其他恒星的光压 产生动力 和风力推动风帆的原理类似 所以叫光帆 这样太空船就不用靠自己携带的燃料 来提供动力了 就可以在星际之间畅游了 简单介绍一下光压的概念 光是由被称为光子的粒子组成的 当光子击中一个物体的时候 会施加一个极其微小的压力 就像把一颗沙子扔到人身上 人不会有任何感觉 但是如果把一把沙子甩到一张丝巾上 丝巾就能感觉出压力了 那光压也是这个原理 把这种压力转换成飞船的动力 飞船就可以畅游星海了 光帆的材料和三维设计都非常讲究 光帆的表面积越大 那接受到的光压也就越大 它的加速也就越快 所以在设计光帆的时候 不仅要让表面积最大化 而且厚度要非常非常的薄 这样才能使光压产生的加速效果最大化 勒布在研究奥默默的运动轨迹的时候 发现奥默默在经过近日点以后 突然加速离开 它的加速方式又是平滑稳定的 而且它的加速度和离太阳的距离平方成反比 简单的说就是离开太阳越远 加速度就越低 那这种加速方式就非常像依赖太阳光的光帆系统 在所有被讨论过的星际航行的动力方案里 光帆是距离现在科技水准最近的一个目标 属于垫着脚尖就能够够到的那种程度 这也是科幻小说三体里面 所构想的一种实用的星舰动力 可不是吗 太空中的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现实中成功的光帆试验也已经有了 是日本在2010年发射的伊克洛斯太空探测器 伊克洛斯的光帆大约是14米长14米宽的方形 用这个光帆做动力的飞行器 花了6个月飞到金星附近完成了各项测试 用光帆做动力的星舰 理想的速度大约能达到光速的五分之一 也就是每秒钟飞行6万公里 用一束100千兆瓦的激光打在光帆上 能在几分钟之内 把一个成年男子体型的太空船 送到200万公里以外的太空中 就是大约高176公分 重75公斤的这么一个航天器 送到200万公里以外的太空 相当于是从地球到月球的5倍距离 所以才由我们开头提到的 2016年启动的突破射星计划里面 所规划的用1000艘太空飞船所组成的舰队 远征太空这么宏伟的构想 不过且慢 这里所说的太空舰队 可能跟您想的不太一样 你所想象的是不是JR的太空舰队 错了 它是JR的 是一个超级迷你舰队 每个迷你太空船上都配备了这样的光帆 设计的尺寸是4乘4米 但是下面的太空船只有人的拇指大小 重量只有几克 麻雀虽小可五脏俱全 每艘太空船里都包含了数十亿个晶体管 就像计算机芯片一样 有照相机、传感器、化学试剂和太阳能电池 都是纳米材料的微星设备 在登陆α星星以后 可以把星球上的一切信息通过无线电发回地球 这就算当前人类能力范围之内最庞大的远征计划了 您也别觉得丧气 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美洲的时候 他的旗舰圣马利亚号 只是排水量100吨出头的小船 今天不少渔船都比他个头大 船虽然小看着很磕疹 但是它的意义很重大 迷你太空舰队的计划虽然很完美 但是要实施仍然有困难 因为要把这样一支规模的舰队送入太空所需要的能量 总功率大约是100千兆瓦 那就需要在地球上修建大型的激光库 一束激光要连续发射两分钟 才能把一艘迷你光帆太空船送入太空 之后太空船就可以依靠太阳或者是其他行星的光 自己飞行了 难度在于在这两分钟之内 激光束必须准准地打在光帆上 如果偏了打在了太空船上 那就完蛋了 整个击毁人亡 所以霍金计划了1000艘迷你太空船 那就看 幸存下来的能有几艘 突破射星计划目前仍然在推进中 不过它离载人星际飞行的目标还是挺远的 载人飞船所需要的那个光帆的尺寸 说出来吓死人 根据NASA专家的估计 一艘载人飞船 它用的光帆长和宽都要在几百公里 重量在100万吨左右啊 尼米兹航母才9万9千吨呢 那这么大的飞船是没办法在地球上建造的 只能把部件发射到太空中 在太空中完成组装 而且这个光帆的材质还必须是一种超薄的 类似钻石的材料 要启用这种巨无靶星件 需要调动整个太阳系的资源 比如在水星附近修建激光库 在火星上装激光炮 甚至在太阳系边缘奥尔特云里的彗星上 都得装上激光炮 总之呢 得把整个太阳系玩的溜溜转 才能实现光帆动力的载人星际航行 而且飞船的速度呢 也没有那么快 得要100年才能飞到半人马座 而且飞船上还得装备电磁降落伞 做刹车用 不然飞过了目的地也回不了头 怎么听 按照现在这个思路走下去 光帆载人星际航行 实在是很难实现 所以天文学家勒布 在看到奥默默的数据之后 才会很激动 在他看来 外星文明早就可以把 大型光帆动力的星件 送入太阳系了 已经掌握了这方面很成熟的技术 能不能给人类的光帆技术 一个很好的启发呢 那还需要对奥默默更多的研究 另外光帆动力虽然在我们看来 已经先进的不要不要的 最快能够达到光速的20% 但是对于上百光年的航程来讲 它仍然显得太慢 还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 就是大型星舰级的UFO 它们所使用的动力是多种方式混合的 它们才能够从自己的星球到地球之间自由的往返 但是这种程度的奥秘 除非外星人自愿传授给人类 靠人类自己的科技水平 还是很难掌握 很难追上的 那么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如果您觉得这个话题有意思的话 就请定个月关个柱 下回更新不迷路 散会 剪辑师小谢连了个响 光帆飞船太浪漫 恐怕只是外星人的休闲观光船 驱速引擎才是王道